長達58年歷史的亞洲電視 隨著星期三被行會判死刑 不獲續牌可以說是玩完了 但亞視的遺產多個電視台都虎視眈眈 相信爭得最激烈的會是亞視大氣電波頻譜 1號選手是香港電視娛樂 現時他只能透過機頂盒傳送節目 覆蓋率有限制 講如星期三剛剛獲正式發牌後 已經急不及待地說希望政府開放頻譜 2號選手只是獲原則性發牌的奇妙電視 跟講如一樣只能透過機頂盒傳送廣播信號 奇妙母公司多次開聲地說想獲得大氣電波頻譜 以便在公平的情況下與現有電視台競爭 至於3號選手當然是香港電視網絡 現時他只得流動電視牌 一直希望以大氣電波廣播 相信對亞視的頻譜 有興趣啦 以為這場爭奪戰只有3個選手出賽 那就錯啦 已經有大氣電波頻譜的無線都想分一杯筋 為甚麼? 因為增加頻譜量才可以保得住一個地位嘛 亞視的遺產還有山頂發射站 亞視高級副總裁劉蘭昌星期四聲稱 亞視有機會因為有發射站而鹹雨翻散 重新爭取免費電視牌照 一年之後那個大氣電波牌照 大家拿出來同等地位申請 那你誰有發射站 一定是那個優先的嘛 你想想如果你譬如說半年之後 這個通訊局再拿這個牌照出來申請 你說現在到未來的半年有沒有公司去起發射站 因為大家知道大氣電波是要有發射站發射的嘛 即是我們亞洲電視幫忙無線 在這個香港五多個山頭 四十幾個山頭那邊 即是你一定是沒有任何公司去 在未有牌照的時候去起發射站的 不過實情是本港40個發射站 都是由無線和亞視一起興建 即是亞視得一半話視權 而且政府已經決定探討需不需要購買 亞視和貧圃傳輸相關的財產 當中包括發射站 但未知是否由政府 還是由相關電視台出資 亞視值錢的遺產 還有大埔工業村廠房 批地條款寫明 快地需要用來做電視、影片、多媒體資訊製作和發行 如果亞視接賣 負責管理工業村的香港科技員公司 就有權終止租約 而承接這塊地的公司 亦需要從事相關業務 那麼多競爭者當中 無線和有線都有自己廠房 唯獨港瑜沒有 相信有機會恰教亞視廠房的 會是港瑜了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又會到達 2 3 4